两盒菇类还有辣椒 马铃薯跟花椰菜 叶菜直接来三包 连锁量饭店推出蔬菜箱 蔬菜根筋类和菇类 总共是一样四百九十九元 让民众不用出门 也能在家取得食材 要看这个时候的蔬菜的价格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应该还行 平常买会比这个价钱再高一些 所以我没有觉得它很贵 平均大概是一个礼拜左右的晚餐 去做食用 疫情之后 我们大概提升了两成左右的营业额 产地业者不落人后 主打营养式搭配 菇类 叶菜类 瓜类 统统有 澎湃一大箱五公斤 大约十二种蔬菜七百九十九元 北农身为运销公司 当然也有推出自家的蔬菜箱 十二项蔬菜六百三十元 也很有竞争力 连锁超商也推出蔬菜箱 依照不同的需求 例如健身 火锅或米食 推出五种组合 每种十二项蔬果五百九十九元 不管是单身竹 或者是三到四人的小家庭 都十分适合 民众可以放在冰箱冷藏 一到两周慢慢吃 传统市场人几人 老板大声叫卖 又是飞沫又是群聚 民众待在家的时间变长 业者嗅出商机 纷纷推出蔬菜箱 让大家在家也能享受到 现买的新鲜滋味 记者张佑茨 王一仲 台北报道